我五歲的時候體重45公斤 然後我在16歲的時候體重160公斤 在18歲的時候要體檢的時候 那時候已經體重達到198公斤 你們以前就有拍過胖的嗎 沒有 初始終你是第一個 真的假的 嗯 然後在21歲的時候我的體重已經到220了 最胖的時候是258 將近260 現在還是太胖了吧 還要再剪 當然啊 要剪啊 一定要剪啊 不可能 不剪啊 對 這樣走會喘嗎 不會啊 不會啊 那時候胖的時候就是第一找不到工作 我那時候如果我還能做 就甘願沒人 他也不會親我 感覺上就是我是 就算我來也是多的那種 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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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媽媽媽休息的 嗨 現在是休息時間 哇 很豐富餒 是啊 全部都你的喔 沒有啦 弄厲害 我當以前真的一個人可以把整桌吃完喔 可以 可以 不誇張 以前那個米都要拿好幾斗這樣 然後都要煮 煮了一鍋大鍋鍋了 然後都要煮 煮了一鍋大鍋鍋了 那湯還是把它吃完 對 哇 你不留情的捏喔 你是在吃的時候覺得很快樂嗎 吃飯很痛苦嗎 我說你越吃的時候越快樂嗎 來吧 我說你越吃的時候越快樂嗎 就是開心的吃啊 從小人開始 阿豹 范燕生 就是家裡最高興的孩子 媽媽 哥哥 兩個姐姐 死的人 家咖的 拿刀了 又沒有一個人的刀 五顆好了 跟兩吃 吃得到 國小三年級就開始 我就是煩惱了 吃得那麼多 對 想說小時候吃香味 都不知道 就想說吃也好會比較大 有什麼菜幫我們拿過來 全部拿過來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 共丸 蛤 我怎麼會有共丸 有一次出陣 我吃了兩袋麵包 一袋大概十二個 然後再十八個便當 然後碗壁之後人家的炒麵 有時候都會準備要流水洗炒麵 或者那個 那個鹹菜湯 各吃三碗 這是一餐 不是一天 嗯 像這樣子亮 你是以前吃的碗嗎 喔 小Case 這個 真的假的 這很少 至於它飯量很少 是啊 我吃的不是這種的 它這種 這種 這種飯量碗比較少 它更大的那種 國中的時候 就有百碗 我就說 那個鹹椒 都吃到那麼多 也沒辦法 他這樣說 我們吃一碗 他們都吃到一碗說 這樣 很好吃 只要開始吃東西 它就沒有停了 不要 就是媽媽來懂 她就感到媽媽沒有鬆開 很多湯嗎 有 有啊 很多嗎 有啊 是這樣那時候剛開始 就是自治我的時候 就會還會躲著吃 然後我會偷吃 偷吃會產生脂肪感 但是不會很多 就一點點 很快的那個吃就把牙壓過去 對對對 吃完就開心了 好啦 那時候胖的時候就是第一洗澡 洗澡不方便 上廁所也不方便 那時候如果不誇張 洗澡要我外生或姿子來幫幫我 戳背啊那些 然後上廁所 甚至如果說在外面上廁所 一定要我姿子幫我擦屁股 哇那你會不會覺得不好 不好意思 剛開始會 可是那時候就覺得沒辦法 沒辦法呢 你就遇到了不然怎麼辦 你平常都這樣睡啊 對啊 不能躺著睡 嗯 會不舒服 怎樣不舒服 就不好呼吸 醫生說因為我躺比較 因為我肚子比較大 那重點會往下壓 我壓至胸腔 有造成你心理上的哪一些情況嗎 第一找不到工作 其實明明就是我那時候 讓我很能做 就甘願沒人 他也不會請我 感覺上就是我是 就算我來也是多的那種 je不舒服 而且 我也不會 你不舒服 我們會感覺 一會兒 呢 她就有一個月 請問 1找兩家 2找三家 2022年9月18日 台湾发生有点多的帝党 帝党最有 影响最大的 就是阿滴亚范燕森 他们住的有力这个地方 不要打电了 阿龙 小心啊 这家是单店了 电视有没有募奔啊 你先不要动啊 好 你先不要动啊 九一八 下午两点多 那天我跟姊姊他们 我们就在烤肉 结果地震 我们就觉得不对 然后我们才冲出去 然后我就跌倒 然后滚了好几圈 下午后 阿滴亚利的慈祭之公 就一世就去看 我们有力的乡亲 他们的家和生活 是受到什么样的影响 先生 你们里面有受伤很厉害是吗 我们受伤很厉害很严重 让我们看一下好吗 妈妈 想吃也是人家的肯定 我们的家是厨量 那不然我们渡到那个厨量 tirar一分钟 15分钟 �역就架地震立 鱼 鱼又会震立 外面都把 Mhm 用鑽的 那個椅子就抬起來了 椅子還會抬起來 外面那些椅子都抬起來了 這個也是 這個你看,這個也都是 這個整個都裂縫 這個整個都裂縫 好像長期一樣 不長,不長 對啊,整個都長得很大 這邊是都好好的 今天代表我們正面上人 我們的法師,他特別交代我們正的 說要來給你們關心 你們那個大理的意願 我來做習慣,我也去做 來,這一點這個 給你們代表一下 對啊,沒有,那誰都照顧 戶數八千多 戶數八千多 黃麗雲是花蓮縣南區 玉里鎮內志工窗口 第二條路線 中山路要切兩段 第二條路線 第二條路線 雖然是在玉里 成立防災協調中心 整台灣超過幾百個建局的志工 都趕緊趕來玉里 這算是雷鳳,剛才是雷鳳 這是雷鳳處理的 雷鳳處理 我還要幫你補菜 參與這邊的,稍後 可以再說 政府說收到第一條應用的房子 差不多是三百幾戶 三十戶就這間三十戶 這間三十戶 每一戶需要協助的 我們都要去現場看 所以全台灣看來的這項人裡面 有土水的 有水電的 有建局的 大家都是帶幹部來的 我們那時候0918是北中南 通通都有志工過來指援我 來的時候是那些的師兄師姐看到 看到這個阿弟怎麼這麼的胖 他要站起來 真的站不起來兩百多公斤 那我們就去勘察 他就說他家裡沒有廁所 想要一個廁所 然後他已經幾十年沒有睡過床鋪 剛好這邊阿弟的范燕森住的地方 大廁也沒有影響到 大家說啊 整棋了 親親拚拚 跟我們講一下哪些東西 基本上我要就是 嗯 我... 我先跟你確認一下 那這些棉被跟枕頭可不可以丟 碗水 丟在這裡 對啊 那沙發上的這些都要 沙發上就是都要 然後掉輕的就是 只要是垃圾 這邊的垃圾都可以盡量 對 只要是垃圾 所以左邊這邊都不動的 對...這邊都不動的 腳步... 那回廚物呢有要分開嗎 等一下先把它收起來 它在爬起來 就說看差不多三百的空間 東西真的有夠多 這是阿弟的一個人住了20年的地方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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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出去... 我出去... 因為來個幾趟看他 真的房子真的是很髒亂 然後以他的... 他剛剛也說了 因為長期以來 如果要叫他那些孫女 幫他打賞的有限 阿爺好像力不從心 那這個不要了嗎 還怎麼樣 看這個不要 看上面喔 看上面喔 上面燈喔 那我們今天剛好有 當地的以前 訪釋的一些師姐 還有我們北部來的一些師兄 一起合力 想說把他稍微換... 把它清乾淨一點 讓他至少環境上清乾淨一點 請拿一個等一下給他 先站在那裡 這房子會做喔 我才會... 因為可能行動不變 他就積了很多舊物 然後我們就是先把 已經腐朽不堪的東西 都先清出去 然後覺得有點 價值的東西都會經過他的同意 然後再確認這樣子 然後再幫他... 待會兒如果有機會 待會兒再幫他回覆 在我們北部的這些志工 很發心耶 他說沒有床鋪 這樣木造的 他那麼... 當時要怎麼睡下去 那個... 崩起了 結果他那個... 臉床下的底 他用個爪子 把撲... 四四方方 我們床墊的那形 都把撲好... 很穩 然後上面再放那個床墊 這高度算... 還可以的就很舒服 跟你原來的差一點而已啊 對啊 吃看看 哦... 讚 我再給你撲起來 來 趕快 感覺如何 很舒服 你看 哦... 哦... 哦...你看他這麼有爛耶 你看他們還有幫我們做這個... 加固的有沒有 我們胖子跑去拿去比較有肉 你坐下去他一定會整個壓在那個... 馬桶上面 對 這樣做加固的他你看 剛剛好有沒有 就是他就不會完完全全失地 在馬桶 對 這個被你壓住就不得了 被你壓住就跑不掉 對啊 這應該是安排一下 帶他去遲願再檢查一下 這個應該可以處理的 好 趕快看看我們師兄 給你引劍慈驗的醫生 我等一下 給我看看 好 你這邊離... 電視檔很近嘛對不對 不是 也要靠自己啦 就算治療也要靠自己 不然... 因為918地震 然後刺激過來我們家裡 到這邊修繩 修繩的時候發現我的狀況 他幫我看過一些警方檢查之後 他就往上... 往上報說我只能回花蓮 還就是一般外科的... 那個吳柏剛 吳醫師 然後我就開始就是... 去的時候就全身的檢查 就是... 抽血 然後血壓 然後... 然後包括照護胃鏡什麼都有 看一下地上... 第一眼看到他的時候就覺得... 這個是我見過最胖的 他當天量起來... 10月14號那天量起來 體重是有258.7公斤 最可怕的是他這個BMI是101 我從來沒有看過BMI 超過100的病人 開始 這樣打... 腳出來... 腳... 腳打下去... 拍不夠嗎 像這樣子而已 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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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來 再來 258公斤的體重 給他兩肌膝膀 抹完後很嚴重 已經出現退化的情形 吳柏剛醫師說 他這種是病態性的嚴重肥胖 你如果給他繼續肚子下去 吃不到40歲 好 抽血一下 因為他其實身高只有160公分 其實在這個身體的素質變得很奇怪 那那個體脂跟那個肌肉的分布 沒有辦法正確的呈現出來 不過可以看得出來就是上半身是特別的 配方 他這個脂肪的組成 大概是百分之七千多 正常的七十幾倍 那整體的體脂肪是百分之五十四 那時候他的身高是一百五十八公分 然後體重是兩百五十八公斤 然後BMI是一百零三 然後醫生說這麼高的體重 就是手術一定有風險 所以那時候醫生在第一次門診的時候 就是建議說他一定要先瘦下來 然後就是目標是二十公斤這樣子 減重過程要小心就是說 你如果肥肉瘦肉一起減 表示你的蛋白質吃不夠 但是他目前二十五十八公斤 如果直接開倒下去 他的心臟倒不掉 主要就是說 半年裡面看到我的肥肉身 減重二十公斤 讓他的心臟負擔不那麼大 才有辦法接受後面這個 腹腔症的所謂手術 怎麼看起來很輕鬆 你可以試試看 所以他張力很大是不是 很大啊 我那時候258公斤是最重的一種 就是搭配醫院的餐 他會幫你算好那個熱量 你一天只能攝取多少熱量 然後不能亂吃 然後再來就是 搭配醫院的那個 復健課的那個課表 才會去操課 肚子啊 走 看一下 肚子在那裡 對 這邊 對 這邊 有縮小嗎 有吧 我 我不知道耶 那個是157 157 腰圍是明顯少很多人 真的喔 很緊張喔 有一點 你上次兩日幾公斤 214啊 那你希望今天可以幾公斤 我不知道 然後一定要低幅很高啊 就是這樣耶 人這樣想 你上次兩日幾個 開始引發力檢測 半年在打招 在那中間 減30幾斤肉下來 順利接受刺激醫院 吳伯鋼醫師的手術 手術後 這樣還維持下去 她的青春應該是要來 對 想不到 也在路上了 可以嗎 我從4月24號開到5月2號出院 到現在 我上次回診 在1月12號 星期五回診的時候 我現在是1米163 因為還是胖胖的情況下 沒有正常的工作 但是就是 一般能夠幫忙 做什麼都還可以去做 自公府親了 親下去就不敢了 出生不敢了 出生不敢了 有啊 可以 可以的 你這瘦下來了 可以 1 2 3 1 2 3 來了 快點 快點 1 2 3 好 開始工作 開始了 受到慈激志工黃麗雲的邀約 范燕生在睡末圍爐 來去做佈地 差不多300人要使用的問題 昨天看到她說 真的她的臉削一半 你可以想像 當初還沒有剪肥下來的時候 還沒有削的時候 這杯是這樣滾 滾 滾 很大 掌料拔刀 什麼 有嗎 很流量 你看 加油 阿嬤 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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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搖掐放葉生來 佈地的黃麗雲 是在勇力 給我十幾年的慈激志工 三十幾年前 為了孩子的教育 他們家整個都搬去南非 他們的布魯方燈 做超市 做貿易 開餐廳 經商二十年 因為我在南非就做慈激 那時候上人有推那個見思雨 有沒有 我們就剛好看到那個行孝行善 不能等 也是這樣阿爺婆婆生病 然後我娘家的爸爸 跟媽媽也都老了 你說錢再多 親情是用錢買不來的 所以我們就結束那邊的事業就回來 跟她排陣 不要排血血 這邊快速站一樣 一樣是臉像這一邊 那中間這個臉要像我這一邊了 入慈激 讓我婆婆最大的感受 她說我變成很節儉 因為我在年輕的時候 我很會賺錢 我有專屬美容師 我有專屬美髮師 有專屬自衣的師傅 我的衣服不可能去買成衣的 因為成衣跟人都會一樣 我都要訂做 唯有 世界上只有我這件衣服 我有而已 百人都沒有 我以前是這樣 每年的致妝會都好幾十萬 你現在到我的衣服看 都是我們全部都持進的衣服 感受很大 她的意思是說 我的衣服很欠 現在要欠 其實也不是欠 因為我在上人所教的這一些 我有法入心 所有事情要以自己做起 我做堂科 老的也要科 年輕的也要科 都要割 要科 你現在會想要有個伴嗎 目前還沒 因為第一還沒有正常的工作 然後 然後自己有正常的工作 然後一切都不入正軌的時候 應該就會想 所以你覺得你還不是一個正常的人 對…還不夠正常 對… 像你來阿滴要犯驗生 秋實之後 他就一直維持簡單的吃飾和運動 體重 對250倍 200倍患到 193倍 168倍 所以 越來越來越來 衣服跟褲子是 那個… 那個綠光師傅幫我做的 那時候是我在 還沒有接受治療最胖的時候 這是我現在穿的衣服 以前的話就是很消極 可是現在 真怕死啊 因為覺得我重生了 為什麼還要… 要那麼消極 媽媽你會緊張嗎 一點點平均勻 我希望說可以跟哥哥一起工作 就兩兄弟好好工作 然後媽媽不會擔心說 你沒有… 你沒有固定的收入 然後想白一點就是希望 讓媽媽可以愛想萬年 就是讓她不用太擔心我 她做她自己想做的事情 謝謝你